圓民互動題 現在後面三隻小豬 一隻公了兩隻母的已經就位了 怎麼了 然後呢 他們都是第一次 都是 第一次 我們兩位新朋友 前一傑跟那個LOLI 都是第一次 他 第一次死 第一次坐在這邊 感覺是不是很特別 不好受啊 我知道 不好受 下次不要鬆動 天竺鼠的 年少時雪氣風高 是 借急用忍 是 是不是這樣 對 天竺鼠車車 哈哈哈哈 那我剛剛講的 好像天竺鼠車車 沒有其他的就比較好 沒有其他主持 沒有其他 沒有他再多看兩個 他其實再多看第二個題是 衝動 還有還是夠快 不能衝動 他們都不曉得 可能他可能會 因為他也在懷疑這個答案 是 好 所以你們三個人猜拳 一定的人選他想要的題目 其他人只能跟著走 這叫做全民互動 網路上我們會有經營這一段 好 你們的表現 其實大家也都看得到 準備 剪刀石頭布 阿姨 我贏了 漂亮 題目 吸管小科普 化石心發現 貓咪你最了嗎 韓劇大腸巾看過沒有 用自己的直舉 米淇淋餐廳吃過沒有 你對哪個題目好奇就選哪一個 他們只能配合你 韓劇大腸巾 欸 你有看 沒有 沒有 有 你 你要不要冷靜 你有聽 有他在說 我知道 因為其實其他我也都沒有研究 米淇餐廳也沒什麼機會吃 化石我也不懂 吸管 吸管 我都只會用喝的 你知道有沒有 貓咪我對蟲我也不熟 對啊 相較之下韓劇搞不好看過 有可能 要嘛網路上也看過人家的評論 所以這樣分析蠻有道理的 韓劇大腸巾請助理 韓劇大腸巾中常用父子當作刺死毒藥 但是中醫卻經常用它來治療什麼 A 皮膚乾癢 B 手腳冰冷 C 筋骨痠痛 漂亮喔 漂亮喔 嗯 我最近才認識她的 父子 嗯 我們要搭嗎 不著急 來 A 皮膚乾癢 妳是原型食物的煲湯料理 嗯 著作者應該對於這些食補啊 都應該都瞭解 妳學什麼 我選A 皮膚乾癢 為什麼 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 嗯 真的嗎 皮膚乾癢你覺得是一種毒的表現 因為皮膚會乾癢 其實它是一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嗯 對啊 好 妳怎麼說 我大概會選 筋骨痠痛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筋骨痠痛最不可能 那因為我是反指標 所以我就選筋骨痠痛 妳剛剛的第一印象 妳剛剛的第一個直覺是什麼答案 應該是 我第一個直覺是B 手腳冰冷 對 但是我通常 所以妳反指標 所以妳選一個 跟第一位講的不一樣的 是 因為她講A 妳說妳要選C 是吧 嗯 選 選 贏姐 我選A 我也覺得是皮膚乾癢 就是它 它是一個中 是一個什麼 就是 會讓人家會中毒的東西 對 然後呢 因為現在的那個中醫 其實你說 手腳冰冷跟筋骨痠痛 都可以有其他的東西來做改善 只有這個皮膚乾癢 這個其實用父子好像 我有聽人家說 妳知道父子嗎 就是 我是看劇裡面 形容的 對啊 沒有真正去了解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但有聽過 兩位女性同胞猜拳 一人來選救援 準備 剪刀 石頭 布 妳來選救援 選對了妳就救了大家 選錯就沒機會了 記者 記者 對 還叫我選惠文 惠文姐 來 我的答案跟妳們不一樣 沒關係 妳選C 妳選筋骨痠痛 她也是筋骨啊 為什麼是筋骨痠痛 就是覺得 筋骨痠痛 我們通常是止痛藥 止痛藥有時候有一些副作用 也許是有毒性的 對 但那個當然是C藥比較多 是這方面 那我不知道中藥是不是 就是 妳知道自己沒那麼痛 是 妳的建議是 筋骨痠痛 好 這是她的建議 可以 我們要 現在準備緩衡 好 答對了 妳後面機會就會 可能會減免啊 可能會不用被處罰 但答錯了就幫不了妳了 所以是她 錢玉傑 她的建議是C 所以現在聽完了她的建議之後 緩衡答案 錢玉姐 我 我當然相信惠文啊 沒有 對啊 C 她壓力很大 1C 陳文綺 C 2C 我還是選A 還是選A 很好 妳為什麼不相信兩惠文 因為我記得我應該有 妳記得妳 妳覺得父子 對來講並不太 陌生是吧 對 她要覺得是A 那我們就來好玩一下囉 B 請鎖定 我如果錯了 妳們都有機會 我如果對了 妳們全死 合理吧 可以 可以 父子李中湯 我是不是最近才認識她 她很像就是BC 我不記得是A 答案可能不是A 奇怪 我最近有接觸到 父子李中湯 很特別的湯 請介紹 好簡單喔 真的選B喔 我也選B耶 太厲害了 所以現在 恭喜你答對 妳好厲害喔 妳真的厲害 妳真的厲害 恭喜妳答大賈 謝謝 OK 拿金碧 事不中說明 好 其實在看大湯間的時候 應該會發現裡頭 常常要毒死別人的時候 都會給她喝父子湯 但事實上 這中醫就說 這父子湯 應該是生父子 因為生父子 它的確會造成我們的心臟傳導失調 所以毒性挺強的 但是只要經過了炮製加工之後 它的毒性會大大的降低 這個時候反而是一味藥材 可以用來增加我們的心器 並且治療手腳冰冷的毛病 心器不足的時候需要她 你知道嗎 我最近喝的大概就是她 我才開始喝 我喝一段時間告訴妳 她感覺怎麼樣 漂亮 父子有分生的喔 對不對 青生的跟 養的 養的 這是我們的全民互動題 下次再見 然後我們現場的 也可以跟我們所有的朋友呢 在全民星空略的YouTube的頻道上面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互動 然後現在現場的剩了五題 你們三個人 猜拳 第一個贏的勝出的人選題目 大家只能配合 選你最有把握的題目 第二個猜贏的人選救援 那三個就是你的智囊團 你可以想聽聽看 這一題誰會知道答案 有解嗎 好 準備 剪刀石頭布 你選題目 你們兩個猜拳 剪刀石頭布 布 張藝豪 郁妻子 等一下你選救援 好 你覺得看誰能幫助你 了解嗎 好 來 有五題 刀跟鞋 騎馬 基督教甜點 中藥婦科飲 還是嘻哈街舞的術語 請選題 中藥婦科飲 妳還不到30 妳也關注這個問題啊 要 我要注意了 要注意啊 女生大部分都注重養生嗎 妳覺得 嗯 就年紀到了 25歲之後就開始 25歲以後 接收一些資訊 25歲很小欸 女生 嗯 女生不到30都好小喔 可能我這個年紀 看特別看得特別敏感 不到30的女生好幼稚喔 然後不到40的男人也好幼稚 好有意思喔 那待會就選救援了 中藥婦科飲 那個妳就配合一下 打女人 你的女人的題目 可能妳也是醫生嘛 也該知道的啊 對不對 應該 好不好 中藥婦科飲 請助理 調整月經身體不適的桃紅四霧湯 是原本的四霧湯中藥材 再加上了桃園跟什麼 A 紅花 B 紅棗 C 紅丹 A 紅棗 調整月經身體不適 桃紅四霧湯 桃紅 你的選擇是 B 紅棗 為什麼 因為就是 這種女性保健飲品 就滿常看到紅棗這個成分 你的答案是紅棗 好 這麼簡單 剛剛沒選這女生可惜的 蔡英文 是紅棗嗎 對 我也覺得紅棗 有 疑似通過沒那麼懸念喔 好像紅棗很容易出現在我們的藥帖子裡面 是 藥方棗常會看到把紅棗拿出來 對 紅棗 紅棗 你對紅棗了解嗎 中醫學比較不熟 不熟啊 對 紅棗很像對於刑棄補血是有幫助的 對 補血 很像喔 嗯 好 選擇一個救援你要問誰 好 我當然是逸凡喔 逸凡啊 逸凡她不見得風順喔 對啊 因為她的題目我想說應該是她最清楚 確定嗎 選她喔 好 就選她囉 好 逸凡 蔡逸凡 你的答案是 這一定是紅棗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紅花跟紅棗是什麼 紅棗 紅棗就是補氣血 然後讓你臉色紅潤 你不是紅棗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不知道紅花跟紅棗是什麼 你知道紅花跟紅棗是什麼嗎 紅花就是那個啊 你在記憶 是誰 就是那個啊 紅色的花 紅棗 有沒有這個玩意兒 可是紅棗會太理所當然了 對啊 對 可是紅棗 因為我們對紅花紅蛋不了解 我剛一路想紅花是我們包檳榔裡面的那個 可是它很像叫老花喔 欸 是嗎 檳榔裡面包的那叫什麼 什麼花 老花 老花 就紅棗囉 確定囉 確定 確定 紅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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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棗請鎖定 為什麼有一點點不安呢 有那麼簡單的話呢 你剛剛沒選擇你拿不到獎 很可惜了你 對啊 唉 請介紹 怎麼樣 我就覺得有怪怪的嗎 我就覺得怪怪的 桃紅似霧湯 不是紅棗那是什麼 告訴我們答案 正確答案是紅花 因為紅花的功效呢 就是可以活血化瑜 所以當然對於驚奇失調的女性來說 它是有這樣的幫助的效果 那紅棗呢 它主要是健脾胃 可以氧氣補血 所以功效並不太一樣 原來是要活血化瑜啊 漂亮 怎麼樣 沒騙你吧 還要你沒選選了也是死的 我就覺得沒那麼簡單 對啦 對不對 紅花 好了 這是我們今天的全民互動題 下次再見 全民互動題 我們來了 非常謝謝嬌囂可愛的楊沛傑 一愛人間 他留給了我們那四個 讓我們後世可以去緬懷的題目 現在你們猜選贏的人選題目 第二個贏的人選救援 第三個跟著走 拍拍手 解決了 剪刀石頭布 整件事跟你無關的 這跟我們無關的一片 待會兒我們說再見的時候 請你走出去邊走邊想 你今天來幹什麼 你整個再想一遍 剪刀石頭布 你選題目你選救援 看有沒有兩村大地 你先回家 你們等一下死定了 不要這樣 來1 現在補寫中藥材 鬼怪 鬼怪古傳說 療癒粉紅色 時尚冒的含義 來哪一個 我選我自己答對不對 大家一起答 大家一起答 大家一起玩 補寫中藥材 補寫中藥材 來 毀了 這又是個Teddy不了解的 還好 我們現在唱中藥材 主力戰將 待會兒再選 對 他在 對 他在 補寫中藥材 請 主力 請問下面哪一種 中藥材補寫的功能最差 A 當歸 B 紅棗 C 枸杞 這要有點涉獵才會曉得喔 你們這邊先不要講 從那邊講過來 好的 看好了 補寫的功能最差的喔 看好了 你的答案是 我選C吧 枸杞 蛤 我覺得 你怎麼知道 我覺得 我靠 我最近真的有在吃中藥 調身體因為過敏啊 調身體 對 你也是不順對不對 不順 最近非常不順 不順應該是改運啦 你吃中藥改什麼 也改了 也改運 對 枸杞 對啊 我覺得是枸杞啦 妳好了喔 她竟然會選枸杞喔 厲害了喔 妳最後講 妳選的是 我也覺得是枸杞 因為覺得好像 媽媽常常幫我補的時候 A跟B她很著重 然後枸杞好像就是 比較 像我自己有在喝養生茶的話 就很容易有枸杞 好像不是一個很強烈性的東西 比較溫和的感覺 漂亮 對啊 妳講不就知道答案了嗎 其實我也不是非常有把握 但是我必須說 當歸一定是最強嘛 那枸杞它比較像是 養 腎陰 乾腎陰 然後紅棗其實 要說功能性最弱 其實是紅棗 但是它裡面有 帶一點點養血的功能 這是說得過去 但是枸杞 就比較牽強 所以我會選枸杞 是比較不像是補血的 大家都選對 對 它比較像是養嬰 它不是補血 對 看來不知不覺的有知一同 講到枸杞這樣 對 妳選救援 對 那三個人找一個聽她的說法 替代的說法 聽她的說法 就那個 她不要 她不要 機會比較少的 對啊 妳說吧 妳找誰說 那個 心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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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悅就要說說話吧 我 心悅 妳有什麼想法 說 妳都是怎麼補的嘛 直覺嘛 因為媽媽都說枸杞是補眼睛的 她是補眼睛的 然後呢 那妳補什麼 妳補英文的 我補 我補 我是補 我是補物理 理化 我理化比較不好 哈哈哈哈 我可能是要補腦袋 妳要補腦袋 所以咧 好像不會講到枸杞也要補血 所以妳也認為是枸杞 嗯 哎呦 哒啦 最後第二次 請確定答案 答案是 枸杞 一熙 如果我錯了 那個母笑對不起 枸杞 枸杞 2C 枸杞 3C 好了 三讀已經通過了 3C 哪一種重要材補血的效果最差 功能不好 枸杞 請鎖定 後面覺得答對沒有 枸杞明目吧 對 我可能 對不對 所以希望我們不會死不明目 枸杞 是不是他 請介紹 我比較沒有壓力 現場的中醫師我怕什麼 哈哈哈哈 其實我是 其實我是來自烏魯木齊的中醫師啦 哈哈哈哈 我印象中 還沒介紹答案以前我印象中 當歸是刑器的 對 補血活血 補血又活血 那就是紅棗啦 所以其實你一度很想選紅棗 對 我其實 就是覺得紅棗很 很很 它很沒用 紅棗很沒用 它有香氣啊 有香氣啊 紅棗的人的心情 紅棗的香氣很棒啊 就是我開藥 其實會加紅棗 都是這個人會說 他很怕苦 我可能就意思意思加一下 我本身真的覺得 紅棗香氣還不錯 告訴我們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的確就是紅棗 那其實呢 大家會一直認為 紅棗應該有補血 這樣的一個迷思呢 都是來自於商業操作 大家會一直在這個商業廣告上面 看到說什麼紅棗啊 能夠可以幫助我們補氣啊 補血啊 事實上呢 它的這個含鐵量不高 所以它效果並沒有那麼顯著 並多只有養血的功效吧 對啦 養生養血的效果 那個楊佩潔如果妳選這題 妳會選紅棗嗎 不會 我剛剛差點想選當歸 因為它是藥銀子嘛 就覺得它是藥銀 應該就沒有鼻血 所以死得其所 反正妳是要走的 對 多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全民互動題 妳答對了嗎 下次見 全民互動題來囉 各位 後面的三隻小豬一隻公的兩隻母 準備要選擇王軒剛剛 疑愛人間的題目 有四題 菜選最贏的人決定題目 第二個贏的人決定選救援的對象 好不好 會有一個從頭到尾跟他沒有關係的 OK 了解 剪刀 石頭 不 從頭到尾跟你沒有關係 剪刀 石頭 不 不 妳選題目 妳選救援 好 那我選 點點命名法 中藥顧骨頭 絲襪保養法 還是耳環收藏狂 中藥顧骨頭 好了 那這當然要選王軒 沒有 她從小不吃 我不吃 可是那妳還跟人家出什麼 要顧骨頭 茶包 中藥顧骨頭 請助理 筋骨受傷的王軒 可以吃龜鹿二鮮椒來養生 但下列哪一種人不能吃 否則會有副作用 A 聖結石餅食 B 胃不好的人 C 血壓低的人 龜鹿二鮮椒很便宜 是不是 她裡面是要自己打的 聖結石 胃不好 還是血壓低 你的答案是 血壓低的人 為什麼 聖結石 跟龜鹿沒有什麼相關 可是胃不好的話 胃不好 你猜的 你怎麼猜的 我猜的 對 還怎麼猜的 有些人說答案是因為我刪去法 所以留下一個我不知道的答案 我刪掉胃不好 你刪掉胃不好 對 龜鹿的間交跟胃好不好沒有關係 沒有 那聖結石怎麼刪掉的呢 聖結石 聖結石 就是喝水可以排掉了吧 喝水就可以排掉 我覺得最重要還好 龜鹿二鮮椒是 很像目前知道的是固體 液體肝都有 對 有人是膠囊 有人是 泡成藥酒 對不對 對 龜鹿二鮮椒 這個我聽的時候覺得好好笑 好像外國話 龜鹿二鮮家 聖結石 妳的選項是 我覺得是聖結石 聖結石 因為 我覺得有聖結石的人可能在這三個理念比較少 因為如果他是這樣子 可論合理吧 可是胃不好的人也很 對啊 就是因為如果有個藥是 妳在說夢話是不是 沒有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他很多人都不能吃的話 那他就沒有太大的療效 就是應該是排擠就是比較少的那個群眾 就是這些人是不太能吃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就是聖結石病史的人 是不是相對比較少一點 我是這樣猜啦 一A一C 周宇佩 我也選聖結石 因為到有副作用其實是蠻 就是不好的 就是通常到會跟你說有副作用 就代表要小心 那胃不好的人 可能我平常覺得我胃很好 所以我吃了 可是我不知道我胃不好 所以我會得到那副作用 那不是代表這個東西 我不能吃嗎 可是我不會知道啊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會很清楚的告訴他說 你有聖結石嗎 你有聖結石的話 吃這個你可能會 譬如說 你可能會尿尿濁濁的喔 或者是你可能會不好上廁所喔 一個是隱性的一個顯性的 對 因為倒想有副作用 譬如說你吃感冒藥 你一定會頭昏試睡 之類的 對這叫副作用 這不是每一個人都有 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清楚的一個病 病症 OK 對啊 你有乳糖不耐喔 所以你如果喝牛奶 你就會拉肚子 對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有乳糖不耐 所以你喝了牛奶之後 你拉肚子 原來我有乳糖不耐症 胃不好跟低血壓的人 可能不會知道說 自己有這兩個問題 對啊 但是應該是蠻明顯的 其實比較明確的選項 我也被你洗腦 胃不好或血壓的人 可能知道自己不能吃什麼 但是聖結石的人 就不一定知道 對啊 還好我們用國語翻譯一下 2A1C 選救援 佩玉姐 佩玉姐覺得這三個人 王璇不敢看我 所以他應該不知道 我跟你講你如果是聖結石 最好都找男生 比較 我覺得還是 一陣嘛 一陣大哥 來 感覺他好像 王同學 王同學 我答案其實是跟你們一樣 我覺得 龜多厚仙膠反而對Vegan性是OK的 你血壓低的人 對吃龜多厚仙膠 其實對活血什麼 其實是蠻好 會活血 是有幫助的 那應該是聖結石 聖結石算一個 比較特殊的疾病 那龜多厚仙膠裡面 它的成分其實對結石患者 我覺得好像不是很好 反而會幫助結石 所以你的建議是A 我的答案也是A 好 最終答案 周宇佩 周大牙 那就A了 不能討論 自己決定 當然可以選擇一樣答案 A 1A 2A C 他很堅持耶 也許講得那麼好 你不覺得 C 很廢 我被說服了 就A吧 很廢 很廢 因為龜多厚仙膠 基本上是顧筋骨的 它含鈣量挺高的 對 結石跟鈣有關係 因為草栓鈣的關係 可能對於結石 它可能會有產生這種 結石的可能 合理喔 合理 會不會因為這樣太合理了 沒有 一般人不見得知道 龜多厚仙膠的成分是什麼 對 對好了 我們就不行 請鎖定 要對我們就一起對好不好 好 要走我們一起走 好 好浪漫喔 像極的愛情 你跳舞 你跳舞 OK 請揭曉 我們一起跳吧 全死耶 怎麼會 該不會是寫阿滴的人 應該是寫阿滴的人 應該是寫阿滴的人 如果寫阿滴的話 你會暴衝吧 你這樣 我不要這樣 我不要這樣 不會 你們講得好合理喔 對啊 我被你最後那根稻草說服了 但我也是猜C的人 你也猜C啊 因為龜多厚仙膠 其實是給老年人使用的 那通常老年人都是寫壓高的人 那他是因為降寫脂用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寫量低的人 是不能使用的 那你高為什麼不尷尬 對啊 我剛有看你那時候 我還是不太確定 我還是不太確定答案 慢著 你看我們都這樣了 你看不出來王軒 長得很像事後諸葛嗎 真是可惡 抱歉 請告訴我們正確答案 沒關係 正確答案是B 胃不好看 OK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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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來看看 龜多厚仙膠 到底是做什麼的 因為它裡面 是用了這個龜角跟路板 那所以呢 它是用了龜板跟路角 所以呢其實基本上它是拿來補鈣用的 那既然是補鈣喔 所以這個食物呢 它不適合腸胃不好 血壓太高 或者是體質比較燥熱的人 就比較不適合吃龜鹿二仙膠 在服用的時候一定要特別注意 OK 其實常常 常常看我們這個節目 我覺得現在還是對大家 生命生活還是多少有點幫助 對 很有幫助 剛剛你們就看到了一個現場 沒有一個人答對的畫面 非常好 沒有一個人 這麼多人 沒有一個人答對的 龜鹿二仙膠 好個龜鹿二仙膠 懂了吧 我們下次再見